南投县政府税务局 为了让民众对于统一发票的兑换更加了解 并推行税务宣导 也办理同区岁月活动 以园游会的方式来办理 许多民众带着小朋友来参与 当天场面相当热闹 同区岁月的租税宣导活动 人潮满满 民众热情不减 我们主要是呼吁民众 要购物索取统一发票 最好也能够使用云端发票 节能减碳爱地球 那活动也结合了 社会及劳动处 环保还有交通等等的 一些政令宣导 希望把最新的一些法令规定 还有税务的资讯 都能够在藉由这个活动 提供给民众 让民众能够维护自身的权益 民众表示 此次来参加活动相当的有趣 不仅能够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也了解到原来发票也能够帮助人 意义非凡 他来参加税务活动 带孩子来闯关 觉得很有趣 就是发票也可以帮助人 这个意义非凡 因为带着孩子加入过来 蛮有意义的啦 发票捐了也可以帮助人 那孩子也皆大欢喜 不错啦 孩子都会欢迎 县议员Lange表示 相当肯定幸福的用心 每年都办理活动 透过原油会的方式来举办 让民众对于同一发票的兑换 以及税务相关知识更加了解 税务局每年都举办我们的税务宣导 尤其是透过原油会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乡亲一起来共享盛举 也透过原油会的方式 透过政令的宣导 让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县民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 同一发票的一个兑换 包括来的也有原油会的一个会场兑换券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 让我们的乡亲更了解 对自己的权益的一个保障 还有这个义务的一个行使 那么税务局每年都相当的用心 透过种种的方式来做一个宣导 让我们的乡亲更了解政策的落实 尤其是统一发票的一个兑换 包括确保自己的一个权益行使 我想这个是相当有意义 透过由县府税务局 所举办的同区税月活动 不仅让民众对于统一发票兑换 更加了解 一方面也能够宣导税务观念 记者是文俊南投台方报道